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1月28號 自從英國在香港搞了個BNO5加1之後 有些香港人就選擇移民英國 全球移民英國的人數在2022年的淨移入人數 達到破紀錄的745,000人 未來英國甚至預計會收緊移民人數 但是在移英路上 有些人就努力適應當地生活 希望5加1之後可以拿到英國身份 但也都有人半路放棄 有媒體就訪問一位90後的移英港人John 在移民一年之後就選擇回流回香港 在2021年當時27歲的這位John 就跟兩個朋友一起去了英國 每人身上只是帶著15至20萬左右的港幣 胸口掛勇字 就落戶雷丁做開荒牛 不過也都好彩 都是有朋友一起去 生活上都可以互相照應 受訪者John就說到 如果自己是單身人士 他覺得這個錢是夠的 要這麼大筆錢的原因 是因為在英國沒有工作證明 很多屋主都要一年的租金 是要一次付的 Full Pay 我們就一次付 每人都付了3萬港幣左右 他們租了一間半獨立屋 還說這一輩子都沒住過這麼大的屋 他們就說到 他們租的那間屋 是四間房 一個廳 一個大廚房 一個後花園 15萬 他覺得如果自己一個住 其實都夠的 最大的支出是住屋的 和他最初有個 BNO Visa的登記費 再加上一個叫做國民保險的保險費 大概是五六萬 連同屋租 連同NHS 連同 BNO登記費 因為BNO那裏 他記得是要三萬多元 整個計劃 他就說到以雷丁來講 即是以他住的區來講 自己出去租的話 每人要六七八的英鎊左右 大概是 六千到七千港幣左右 但若果你是一個英鎊的話 就會貴多 一百到二百磅 即是說折合計算是 七千到八千港幣左右 還有一些 開放式 又或者是sharehouse 會再便宜一點 去到英國之後 受訪者John 很快就找到工 還開始瘋狂儲錢 甚至想著買樓置業 他就表示 好幸運 寄出的第一份CV 就有人肯請他 他就做一份食品工廠 這個食品工廠主要是做玻璃瓶裝飲品 有些有酒精 有些沒有酒精的飲品都有做 在英國 和海外都有他的產品 媒體就問他一個月大概是多少工資 他就說到購買稅大約有15000元左右的港幣 他都覺得是夠在英國生活的 因為他自己就不是特別大洗 吃飯 買菜 這樣 是夠的 在英國大約做了7個月的 即是在英國都儲到之前帶過來的錢 這樣說 他就大概表示 記憶中大約一個月是儲到 10000元的 當然他這裏一個月儲到10000元 是因為他事前已經 full pay了他的屋租 他還有講到 其實在那邊最大的洗費 真是喝喝吃吃的 因為那裏出去吃東西 真是好貴 每個星期就兩三次 但是每次洗費都幾多 人均要十幾二十英鎊 因為那邊首置計劃有個 Hell to buy 他只需要給5%的首期 受訪者就表示 對我們來講是很吸引的 對我們年輕來講 因為在香港 我們會覺得 買樓是一件很難的事 在那邊 即是突然間有個希望 這樣 之後如果你有份工 你可以慢慢工 又或者兩個人 或者兩個朋友 一起工一間 我們都有真是想過這樣的 媒體都補充說 那個Hell to buy的計劃 就已經停止了 而受訪者 John在英國的生活 看起來都好像一帆風順 但是 他跟英國同事打交道 就不太適應了 受訪者John就說到 香港人出名是轉數快的 未必說好勤力 好刻苦內勞 但是他會懂得怎樣 用最小的時間 做最好的事 但是英國那邊的人 就未必是這樣 英國人就 他就喜歡按部就班 有個有流程 一定要做了這件事 才做那件事 中間有些步驟可以省略 但是他們就要做了 我的難題就是 我表達能力不是那麼好 就算用廣東話的表達能力 都不是很好 更何況是用英文的 最後 受訪者John 在英國生活了一年多 都是決定放棄 BNO5加1 回流香港的 他就說 因為其實當初去的最大原因 是想做一個開荒牛 看一下外國 合不合我們家人生活 家人都是放不下長輩 決定留在香港 他就說到 在英國醫療方面 就有點不習慣 因為平時在香港看醫生 會很容易在街上 找到診所就去看 但是 在英國 就沒有那麼容易 他們要預約 GP 很多GP 都要約一個星期左右 才會看到 如果真是緊急情況 就有點麻煩 他就覺得 醫療方面 就沒有香港 那麼方便 沒有香港 他還說到 很多人會說 英國那邊 對長者 或者那些 長期病患 那些照顧 是好好的 跟得 很貼的 但是 他家人 就不博了 就想 留在香港 和他婆婆 他們都說 香港是他們家 所以 他們不想走 現在 John 是已經 回了香港 生活 他就說 在香港 就有好 有不好 但是最重要 就是 家人 在身邊 他就說 香港好處 第一個就說起 香港的稅 真是低很多 我在香港 因為我照顧 爸爸媽媽 這樣 基本上 個人免稅額 都扣了 都不用交稅的 這裏 三人補充一下 即是他照顧 他爸爸媽媽 他會 獲得 額外的 免稅額 所以 計算 他直接 不用交稅 就是源於這裏 但是 在英國 他就交了 人工的 差不多 百分之二十 他還說到 在香港 生活壓力 會大一點 所有東西 都會 好像很 趕急 還有 還說到 香港很多工作 都是要你用腦的 他就 他真的這麼說 香港很多工作 是要你用腦的 他之前在英國那份包裝工 是不用用腦的 不知道是優點還是缺點 香港缺乏一些 可能 不是那麼用腦的工作 最後就問到他 如果讓你選擇 你會不會 再回去英國呢 他就說 去旅行 是OK的 最重要是家人 他自己就覺得家人會重要過其他東西 即是說 不會考慮移民過去的 自己都不會考慮的 影片來到這裏 就完結了 Simon 亦都想補充 一件事 就是 他有提到 香港稅低 香港呢 因為他照顧 爸爸媽媽 獲得額外的 免稅額 這樣 那這裏呢 Simon 就想補充 多一件事 儘管 不計 你有 因為照顧 爸爸媽媽而 獲得的 額外免稅額呢 香港是出名低稅 英國 西方發達國家 出名高稅 兩者之間 沒有可比性 香港在這方面呢 切切實實地 屌打英國 要講粗口 差異就是這麽巨大 不要是不是都扯到你爸媽那裏 對於這條影片 有些網民就覺得 整條影片 他回流的原因 就是 照顧家裏長者 但是呢 網民就提出一些質疑了 你走的時候 不用想照顧爸媽 回流的時候 突然做孝子 如果你出發之前 真的家裏有溝通過的話 那你那個婆婆 已經講香港善我家 你都不用出發 都沒有開荒謠 這個說法 那現在 突然間 他講出一句 你就 完了 那這些好像有些 前後矛盾 那 當然啦 有網民就講得直接一點 就是 孝義呢 可能是表面上的理由 講出來好聽一點 那觀眾你又覺得 受訪者這一個 效義是理由 還是借口呢 就自己決定啦 Simon呢 就提出一些疑惑 對於這個 Case 你會發現呢 這個 受訪者呢 他是跟朋友一起去的嘛 他們還應該很Friend 都很好 因為他甚至有講到 是考慮一起 買樓供樓的 那又有點疑惑了 但事主呢 就回了香港 突然間你又走了 那你朋友之間 其實是不是發生了一些 什麼爭執呢 我們就不知道 是吧 另外呢 又講到 每個星期 可以出去吃兩三餐 十幾英鎊 人頭消費 有些事坦白說 就是 以我們吃開的移民花生 這個價錢的消費 其實就不是 說 很好的餐廳 這個應該是客觀的數字 是吧 另外呢 就是 其實有另一個隱藏的 一些的重點 或者 不是很突出的重點 他就說在當地 跟 英國人 交流 就不是那麼好 他表達能力 不是很好 更何況用英文 那重點應該是 他英文 就不行 表達能力 也不是很好 所以 他在當地呢 儘管 吃到飯 都應該 認識不到朋友的了 這個 我認為呢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原因 令到他回流 Simon 個人認為 他實際的情況 的最大機會呢 就是 英國 開了BNO 他自己呢 都想去英國 試一下 那家企呢 就當是 給他一個 說法給他 給他任務 他去做個開芳 但是啦 結果試完了 就不是說不開心 不要說 認識到朋友 認識到飯 但起碼就不是特別 好吸引 那樣 所以就回香港了 所以呢 其實 他自己都有 想出走的心態 但是去到呢 就覺得 媽媽的日子 回香港 那家企那個 所謂的任務的開芳牛 拿出來 頂一頂 這個實際情況 應該是 最大機會 好啦 接下來 和大家看一下 新聞 在4月22號起 香港 將會實施首階段的 即氣膠餐具管制 禁止商戶銷售即氣的 塑膠棉花棒 膠牙籤等的物品 有用開膠棉花棒的網民 就說 擔心到時在市面上 找不到替代品 隨時要去淘寶網購 但是也都擔心 這樣起淘寶網購 會不會觸犯法例 有媒體就報導 環保署回覆查詢的時候就表示 有關的新法例適用於本地的實體以及網上零售業務 至於 非本地的網上零售平台 並不受新法例規管 即是意味著日後起淘寶網購塑膠棉花棒是不違法的 環保署強調 新法例下的管制計劃並不針對一般市民 法例只針對在業務過程當中製造、銷售或供應相關產品的行為 一般市民在日常生活當中 是不會因為購買 以及使用某一些積氣塑膠產品 而觸犯法例 剛好Simon自己用的棉花棒 就是這種木製的棍 所以其實有些網民就說 以後就沒有棉花棒用了 這個說法其實是誇張了 儘管你不講淘寶與否也好 其實不讓你用塑膠棉花棒 其實那些木製的棉花棒又繼續買到 針對的是中間那條棍 在下則的消息 數以萬計的澳洲民眾 在過去的星期五 即1月26號 就上街抗議充滿爭議性的國慶日 澳洲日 這一日是紀念 歐洲殖民者 在1788年抵達 悉尼灣 但是示威群眾就認為 這一個根本就是入侵日 對於多數澳洲民眾來說 這一日的意義 主要其實就是放假 以及下日假期的結束 但是 西尼、墨爾本以及其他多個城市 就有大批抗議入侵日的群眾 要求變更國慶日期 將國慶日定起這一日的決定 引發越來越多的爭議 澳洲的原住民運動分子就認為 歐洲人來到澳洲 開始了他們長達幾百年的文化滅絕運動 示威群眾 在西尼頂住 攝氏38度的高溫 在烈日之下 揮舞、黑色、紅色 和黃色的原住民旗次 呼喊著 這一片土地 過去 一直 未來 都永遠 屬於原住民的口號 還有一個橫額就寫著 澳洲 種族滅絕 是沒有什麼好驕傲的 對於這個爭議 有民調就顯示 多數的澳洲人 希望維持 國定假期 但是 對於 變更日期 就出現意見的分歧 贊成和反對的人士 就大約各佔一半 澳洲大約有2600萬人口 當中原住民 就只剩下3.8% 其實3.8%已經說 可以說是等於 可以叫做分略不計的 在這個情況下 仍然有一半的人 希望將國慶日 調假期的話 即是說 接近一半的人 其實都意識到 是不是入侵日的 這一種 講法 以及是不是有一些 愧疚 好了 在下一則的消息 近日 大批民眾 就越過美麥邊境 偷渡 進入 德州等地 再前往 美國的其他地方 美國的FORCE NEWS就報導 共和黨籍的德州州長 阿博特 今天日前就發聲明強調 位於南部邊境的州政府 坐擁免受移民入侵的 自衛權利 他就批評 拜登所管治下的 聯邦政府 拒絕 執行 已成民的移民法 甚至 違反這個法律 報道就說到 阿博特就認為 拜登政府 未能夠 履行這些職責 引發了 第一條 第一項條款 即 本州 保留 自衛權 他就指出 自己已經宣佈 入侵 以援引 該稱之為 國家 最高法律 並且取代 任何相反 聯邦法規 所賦予的權利 他就批評 拜登 違反了 他忠實 執行 國會制定的 移民法 的誓言 周長就說到 拜登總統 沒有以 聯邦 非法入境罪 去起訴 那些移民 而是 派律師 到聯邦法院 起訴 德州 為保護 邊境安全 而採取的行動 最新的報道就說到 特州州長就已 修建 邊境 鐵絲網 派遣 國民警衛軍 等強硬手段 去阻止 非法移民入境 而拜登政府就申請之下 聯邦最高法院 以 5票贊成 4票反對 批准 聯邦執法機構 拆除 德州 自行 搭建的 鐵絲網 德州州長 阿博特 調動 國民警衛軍 繼續 修建 以及 加固 鐵絲網 和聯邦 執法人員 對峙 對此 美國前總統 共和黨 總統 參選人 特朗普 在 出席 集會 時 形容 目前正在發生的 偷渡浪潮 是可怕的 入侵 如果自己是總統的話 就會動用總統一切的資源 以及權力 去保衛國家 例如派遣 增援部隊 去到德州 而不是 發出 限制令的 最新的報導就說到 特州州長就已 修建 邊境 鐵絲網 就派遣 國民警衛軍 等強硬手段 去阻止 非法移民入境 而拜登政府就申請之下 聯邦最高法院以 5票贊成 4票反對 批准 聯邦執法機構 拆除 德州 自行 搭建的 鐵絲網 德州州長 阿博特 調動國民警衛軍 繼續 修建 以及 加固鐵絲網 和聯邦 執法人員 對峙 美國前總統共和黨 總統參選人特朗普 表示 非常讚賞 德州 在應對 非法入境者方面 對抗 總統拜登 當局的 做法 特朗普就形容 目前正在發生的 偷渡浪潮 是可怕的入侵 如果自己是總統 他會動用 總統一切的資源以及權力 保衛國家 例如 派遣 增援部隊 去到德州 而不是 發出限制令 這裏大家看到 德州的 國民警衛軍 和 聯邦 執法人員 對峙 這裏大家 但是這裏 對國家形象 都是一個 重大的 不好的事情 是不是 背後的來龍去脈 其實 是選總統 其實 是黨爭 對吧 這裏 真是 我們不說他 是不是說 內戰內鬥 起碼可以看得出 燈塔 越來越分裂 這裏 是越來越激烈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 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